詞曲 李宗盛 今天我們一起要來查考的題目是 二十一世紀組長時代 小弟一直在準備這些獎章 準備了好幾篇 那到底哪一篇適合帶到大同 跟各位兄姐甚至目到朋友 大家能夠一起來查考 那很奇怪我準備了很多篇之後 怎麼準備怎麼準備就是拉不起來 那昨天突然間在晚上就想到了這個題材 所以我就把它寫下來 所以反而好像之前準備了再多篇反而沒用 而用這篇新的題材來跟大家一起查考 為什麼會準備這篇題材 實際上是從這一次的疫情 新冠的疫情讓我去聯想到這一點 那二十年來我的時間 大部分都在國外的時間比較多 有三分之二的時間 我其實一直是在海外的 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台灣的 那麼在這七八年的時間 又重新在上海建立了一個新的場 那麼在這個建廠的過程當中 也有讓小弟有機會能夠去協助整個在上海 我們真耶穌教會的聖功 所以也在那邊接觸到很多同齡 那麼這些同齡現在也分佈到了全世界各地區 那因為我工作的關係 我也必須要經常的在海外出差 所以發生新冠疫情之前 過年之前 我剛好就是從日本 還有從歐洲 還有從北美回到台灣來 那麼我們可想而知 你無法去想像在去年四月份 到四月中旬這段時間 我所待的北美所看到的環境 那麼到了八九月之後到十月 那段時間小弟是停留在歐洲 甚至也在歐洲做了一個旅行 我們無法去想像 在那樣優美的 常常我們會講如同這個話外的人生一樣的環境 結果現在的歐洲的疫情 確實比我們甲州更加的嚴重 那麼也在從東京跟大阪回來之後 我會發現後來要再飛東京已經飛不過去了 所以我接連取消了五張的機票 包含要去東京跟大阪的兩張機票 還有兩張要去上海的機票 還有一張要到東南亞新加坡去的機票 所以我們可想而知 其實整個新冠疫情這個病毒的問題 所造給我們全世界的是一個莫大的衝擊 但是神的恩典 有時候常常在這種患難當中 或者是在這樣子的一個我們不可預期的過程當中 神卻賞賜給我們基督徒很多意外的平安 聖經在耶利米書也好 或者在很多的小先知書 常常提到當人的過犯 當整個世界不按照真理而行 當神的選民不按照神的誡命 律例 典章 與祂的愛來實行的時候 神會興起刀劍 神會興起飢荒 神會興起瘟疫 神也會興起野獸 而造成了對人的一種傷害 看起來是傷害 其實是一種警戒 那我們從這一次的一個過程 讓我們可以體會到 一個全球化的結果 實際上造成了時間的縮短 所以我們隨時 我們今天要到歐洲去 13個小時 甚至16個小時 我們直飛就可以到 就好像前年我直飛到維也納去 那剛剛好是剛好所通 直接可以直飛維也納的 那或者到米南去 那我們可能要經過一段的轉機 或者現在直接就可以飛到達 那小弟最痛苦的 往往就是到南美洲 那個飛南美洲 就是剛剛好 把地球差不多繞了一圈 要飛30個小時到35個小時 所以等於幾乎都把地球繞了一圈 那麼但是呢 我們可想而知 以前坐船要到美國 是要花一個月的時間 但是我們現在呢 要到美國去呢 直飛的話 不管到芝加哥 或者是到加州 我們十幾個小時就能夠飛到 所以這個地球 已經變成了一個地球村的結果 這是一個時間的縮短 無形中也造成的是什麼 是一個空間的壓縮 那麼這樣的一個結果 造成了意識形態的很多的轉變 快速的流轉 造成了經濟上很多快速的這種傳遞 也造成了人的思想 其實不停的在變化 現代人活著很辛苦 無形中會覺得 我如果不學 好像就跟不上時代 這種感覺 但是當這一次的疫情一來之後 我們突然間發現了 就如同聖經在詛咒 神的詛咒一樣 四處全部荒芜了 整個都荒涼了 我們無法想像 我去過的閩南大教堂 那個甚至有時候人多的時候 是人幾人的地之後 結果你可以看到 沒有人在那邊 你可以看到在羅馬的廣場 現在還有沒有人在那邊 也沒有人在那邊 你可以想像 你現在到紐約去 在紐約的大街上面 第五街上面 你也沒有辦法再看到人去 你也沒有辦法想像 我今天到了上海市 到了所謂的 這個十里央場的 這個華里的路 還有沒有人在那邊 也沒有人在那邊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也因為這樣子 無形中讓我們學會了 對於信仰的問題 對於家庭的問題 對於整個經濟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應應 未來可能更大的一個變化 所以小弟才會提到 想用這個題目 跟大家一起來查考 也分享在小弟家族當中 很多的屬靈 信仰的生命的經驗 也把很多的見證 也希望今天有美好的見證 帶給大家 弟兄姊妹 甚至目到朋友 重新的來省思我們的信仰 也能夠讓你重新的來體認 我們這位真正的活神 什麼是組長 我們常常以為 從聖經裡面 我們覺得 組長時代就是在創世紀的時代 那個組長時代的開始 就是從羅亞時代開始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等等這樣子 其實在我們現在的信仰當中 有沒有新的組長產生 是有的 有很多家庭的信仰組長 其實是爸爸在擔任的 有很多家庭的信仰組長 其實是母親在擔任的 有很多家庭的信仰 其實由於現代的變化 造成的有一些隔代教養 事實上甚至是阿公在帶的 有一些信仰的組長 有很多是阿嬤在帶的 我們也不要去訝異 以為一定是長輩 事實上以信仰而言來講 在神的眼光當中 他所帶領的不一定是年長的 有一些在家庭當中 這個家庭我們可以看出來 反而是他的年輕人 他的下一代 他的信仰是比他的父母親 甚至比他的阿公阿嬤更好的 那你告訴我 這個信仰的組長 應該是由誰來帶領 所以這已經不是年齡的問題 也不是性別的問題 也不再是學歷的問題 而乃是神拣選了誰 神賦予了誰 這樣一個屬靈的任務 而能夠帶領這整個家庭 以至於到教會 這個大家族 我們這個大家庭的方向 我們先來談第一點 主長應該帶領往何處去 我們請看一些約束亞記 十四章 約束亞記的十四章 第七節 約束亞記十四章 第七節 約束亞記十四章 第七節 耶和華的仆人 摩西從加迪斯 巴尼亞打發我窺探這地 那時我正四十歲 我按著心意回報他 第八節 然而同我上去的眾弟兄 使百姓的心消化 但我專心跟從耶和華 我的神 第九節 當日摩西啟示說 你腳所踏之地 定要歸你和你的子孫 永遠為業 因為你專心跟從耶和華 我的神 第十節 自從耶和華 對摩西說這話的時候 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 使我存活這四十五年 其間以色列人在曠野行走 看哪 現在欠經我八十五歲了 十一節 我還是強壯 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 無論是征戰 是出入我的力量 那時如何 現在還是如何 這段的言語 鋼腔有力 這段的言語 能夠去激發 我們內心屬靈的生命 那一份的激盪 一個到八十五歲的一個長輩 加勒能夠發出這樣的言語 當時摩西拆遣我去的時候 是四十五歲 經過了這四十五年 那時候我的身心狀況如何 我現在還是如何 甚至可以講是更加的強壯的 小弟今天剛好開車 從我們門口 要來教會的時候 我不知道說 我家離我們大同教會這麼近 雖然住在信義路 結果我開過來的時候 才開十幾分鐘不到十五分鐘 結果比開回去東元教會還近 因為上了高速 公路直接就下了 我們的大同教會 但是我看到很多長輩 很早就到教會來 這讓小弟非常感動 我總是說 大同教會可能是 我見過在我們北區裡面 一早就來教會聚會人最多的人 因為我在上海的聚會習慣 他們上海的聚會習慣 工作人員 同工們很早就簽到 所以我看過最早簽到 是早上五點半就到教會 所以我們會覺得不如 那很多同工六點多 七點多就到了 到了是什麼 就是一直禱告 所以我們會發現 真耶穌教會在中國的有一些發展 其實為什麼蒙守神的祝福 他們能夠幾千個人幾百個人 這樣子的一直受洗 其實不是沒有原因的 乃是很早的就可以到教會來禱告 所以我看到了我們大同的長輩 一樣那麼早的就到教會來 後來我才了解到 跟柯弟兄請教的結果是 我們加勒斯班的同寧 很早的就來練習 所以你們的身心狀況 其實有時候比年輕人還健壯 就如同加勒班的精神一樣 那麼這樣的一個感覺是什麼 加勒斯一個組長 加勒斯說了什麼話 加勒斯說我專心跟從耶和華 所以一個組長 他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身心狀況 我要專心跟從耶和華 我的神 所以我們看一下第八節 第八節 然而我上去的眾弟兄 使百姓的心消化 但我專心跟從耶和華 我的神 我們這邊看到 但我專心跟從耶和華 我的神 現在很多年輕人 享受了現在台灣的自由民主習慣 享受了所謂的民主方式習慣 常常喜歡把屬林的信仰 喜歡把屬林的家 喜歡把在神的面前 很多東西 這個要民主一點 要民主一點 要民主一點 其實對還是不對 如果以當時摩西猜遣十二個探子 要進迦南地的話 我們大家知道嗎 這個聖經的第一次信徒會議 是十票對兩票 不要進迦南地 所以人的民主 能夠去成就神的旨意嗎 所以為什麼說我們基督徒 要學會在神的面前順服 要學會在真理的面前順服 所以人的所發明的絕對民主 是無法完全地去符合神的經倫 跟神的教訓 所以迦勒在這個地方說了一句話 我們看一下第九節 當日摩西啟示說 你腳所踏之地 定要歸你和你的子孫 永遠為業 因為你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 為什麼講說你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 因為在十票對兩票的過程當中 只有兩個人講說 我們現在要信靠耶和華 我們現在要趕快進入這個美地 只有約束亞跟迦勒兩個人 其他的十個組長講 那地的人城牆又高又大 那邊的人又高又強壯 所以我們把我們領到這個地方 就好像要我們死一樣 所以十票對兩票 投票的結果 我們不要進迦南好了 所以神才會震怒 所以在這個地方 迦勒才會講 我專心地跟從神 我的神 所以信仰的一個繼承 在這個DNA當中 我們今天第一代的信仰 如何傳遞到第二代 從第二代的信仰 如何傳遞到第三代 最近小弟參加幾場長輩的喪禮 他們都安息 但是我發現在這些信仰很好的長輩當中 就算他們的信仰已經繼承到第四代 以至於第五代 他的家族是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 因為這位長輩 如同迦勒所言 我專心跟從耶和華 我的神 所以這是當主長的 當這個信仰主長 第一個最重要的 我專心跟從 我的耶和華 我的神 我們家為什麼會受刑 在座的各位兄姐 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 甚至很多目道朋友 你們今天為什麼願意繼續在這邊目道 因為你在真耶穌教會 你發現這個地方有神 你會發現在這地方 為什麼禱告只有真耶穌教會有聖靈 我那天在剪頭髮 剪頭髮的 這位是另外一位外教會的姐妹 我每次打電話都給她講 夏姐妹我是謝弟兄 今天要去剪頭髮 所以我每次都一邊剪頭髮 就一邊討論此途行轉 那我就跟她提了 我說你的牧師有沒有跟你講 你們有聖靈 有啊我們有聖靈 那小弟就這麼提了 那為什麼我的禱告能夠講明言 我的禱告能夠身體震動 他說這一點 他就是一直不懂的地方 再來 他說你們得聖靈的 我說如果在使徒行轉來看的話 哪幾個人受了聖靈 所以一點的數字 十二個人得聖靈 是可以點的 可以算得出來 為什麼可以算得出來 因為看得到 因為聽得到 所以我才算得出來 所以我用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跟他這樣子對話 他也講說真的很奇妙 所以這是神給你們特別的恩事 我說你也有機會 你如果願意到真耶穌教會來 你也有機會 能夠去領受這份的領恩 小弟的家庭會受洗 是因為來自於我小 在美國的這個小妹 所以我常常講說 如果我有機會到各地去講道的話 我願意把家庭的見證 這些見證 講述給弟兄姊妹來聽 我妹妹一出生就被宣判死刑的 這醫生說是救不活的 我說這個不要救了 救不活 我的母親那時候也沒受洗 結果我母親抱著我的妹妹 到了外面 向著天上禱告 我們那時候很認真的去拜所有的偶像 什麼龍山寺的廟 什麼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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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公 反正什麼媽祖 什麼都拜了 有沒有用 沒有用 我的母親抱著我的妹妹 站在門口 望著天 他這樣禱告 假設天上有神 求你拯救我的女兒 結果沒想到 當他這樣禱告過後 沒幾天 我的小姑姑 我的姑媽 就把我們正義書教會的信仰 介紹給我的阿嬤 還有我的媽媽聽 他說這個已經是沒有救的 連醫生都不救了 是不是來教會裡面 神有救恩的 那我的姑姑也剛受洗沒多久 那我的姑姑是誰帶來受洗 是那個東元教會以前 成才人之士的母親帶來受洗的 帶來受洗的 所以 當他們聽到了這一份的恩典 所以就到所謂的教會來 聽了這個福音之後 我阿嬤在聽完福音之後 回到家 晚上自己在禱告 她第三次禱告還第四次禱告而已 神竟然就降下聖明給她 是在家裡自己禱告 這個教會有神 這個教會有神 我阿嬤是一個很虔誠 拜所有的神佛的人 她說這個教會有神 所以她願意帶著我的母親 跟我的小妹 就到我們正義書教會的東元 那時候東元還沒有成立 就成立祈禱所 準備要成立教會而已 所以我們家是第一批東元受洗的家庭 就是這樣 那麼當我妹妹到教會來 我母親抱著受洗 那時候其實說要抱去受洗的時候 我爸爸還講 還覺得說 那個小孩子快死掉了 你就死馬當活魚 我爸爸是不信的 你等一下把他拖去入水的話 堵水堵一個 如果死去不知道要怎樣 父親是沒有信心的 母親是充滿信心的 今天我們既然看到這個神 所以我妹妹原本是臉色整個都是黃的 連白眼球都是黃的 大家知道嗎 各位弟兄姊妹 當我的妹妹受洗起來之後 那時候是盯長老受洗的 我的妹妹洗來之後 她的臉色是變紅潤了 眼球開始整個變藍色變白色的了 所以她的眼睛從今以後 就再也沒有黃過了 神醫治了她非常嚴重的病 所以這個就是為何讓一個家庭 我們今天能夠來專心的跟從神 我們坐在這邊的弟兄姊妹 當我們遭遇到現在這個 來自於大環境的患濫 或來自於小環境 我們個人所遭遇到的困境 我們有沒有辦法重新再去省思 其實我們的家為什麼會來受洗 其實我們的家 為什麼會有神的恩典在當中 我們也忘記了 當時為什麼會受洗的那一份熱忱 我們也會忘記了當時 我們得到聖靈的時候那一份的感動 我如果印象沒記錯 我們那時候十六歲的時候 剛好高級班來大同教會聚會 很多同齡沒有得到聖靈 大家一直努力的求聖靈 求不到就是求不到 我永遠記得在後面的禱告式 大家門關起來 只要一有空 吃完飯洗完澡學靈會 就是看到很多人在後面禱告 所以很多人常常得聖靈 不是在前面禱告得到聖靈 是在後面的禱告式得到聖靈 所以我剛才上來 再看到這個禱告式 後面的赴塔 我心裡就一份的感動 看到了當時很多公我同年紀的青年們 為了求聖靈 而在這邊得不到聖靈 在後面的 只要把握時間 就在那邊禱告 只要把握時間 就在那邊禱告 而在那邊得到聖靈的情景 這個時候是民國69年那時候的事情 剛好民國69年70年那時候 所以我專心跟從耶和華當作我的神 我的母親就把這個DNA帶給了我們 我們也把這個專心跟從耶和華的 這一份信仰繼承 就放在我們的身上 第二項 當一個組長 我的力量如何 那個時候力量如何 現代力量如何 我們看一下十一節 我還是強壯 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 無論是征戰是出入 我的力量那時如何 現在還是如何 小弟今年五十五十六歲 我都在想 我在二十歲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覺得天下沒有我不能做的事情 在聖靈方面 這個都會覺得如果讓我來 我一定能怎麼樣 到了三十歲之後 學會了 要找大家一起來做的 到了四十歲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好像什麼都不能做 要求神的代理才行 到了五十歲了之後 才發現到說 原來光是人的生命信仰 光是求說不要去得罪神 能夠把全家帶到神的面前來 這是何等困難的事情 我們無法像加勒一樣 摩西打發我去 那天如何 無論是征戰是出入 我的力量如何 現在也是如何 這個就叫做屬靈生命的一種信仰 所以這個跟年紀有沒有關係 沒有 所以小弟看到了很多的長輩 看到很多的長輩 他不管到八十歲到九十歲甚至一百歲 其實那個家庭的信仰中心在哪邊 是這個長輩 這三四年小弟剛好 送了三四位長輩 他們都安息了 連我爸爸也在前年安息 我爸爸是我們全家最後一位受洗 我沒有看到神 我沒有親手讓我摸到他 我絕對不來信 這個台語講得很疲 但是他又很願意 載著我的祖母 跟全家到教會來 摸到 他自己還是會坐著在那邊摸到聽道理 但是他就是不受洗 他說我沒有親自體驗神 我就是不願意受洗 神就讓他真的親自體驗 在一個平常的聚會時間 那現在的蔡長老以前的蔡傳道 那天他講到在老東元 那時候的老東元很小 只有兩排的那個什麼椅子而已 他就坐在那邊前面 但是他都很喜歡坐前面聽道理 聽聽聽聽 那天跪下去禱告了 他一跪下去 因為都在他旁邊幫他翻聖經 結果他一跪下去 那位神的聖靈就降臨下來 整個把他提起來 整個把他提起來 他跳得跳得不停 把我嚇到 因為他是我見過得到聖靈那個 可以講說那個神的震動 我給他最大 你既然說你要親自摸到我的手 我就讓你摸多強烈一點 所以他整個人幾乎是跳起來禱告的 跳起來禱告到我們禱告結束 他不會停 因為他也沒聽過得到聖靈應該怎麼停 所以蔡長老按了這個禱告禱結束的聲音 他沒有停下來 後來蔡長老下去 那時候蔡短道下去 在他頭上按了 那是真的我第一次看到 原來真的是這樣子 阿門 他就停下來 所以有神的靈 所以他站起來第一句話說 真的有神的靈 他哭了稀里花啦說我要受洗 所以人的生命就是這樣 所以一直到前年我爸爸去世的時候 那時候我一直說應該要怎麼救他 怎麼救他 他說那個兒子你聽我講 我要回家了 我要回家了 所以你不要再給我插管 不要再什麼什麼 通通都不要 因為他一直會昏倒 脈搏一直降下來 然後就昏倒 脈搏降下來昏倒 但是神一直讓他沒有痛苦 他說 忽然之間就在安息日的前兩天 一直跟我講 說我要去參加安息日 我要參加安息日 所以我要回家了 後來我跟他講 對阿爸爸你在這邊好好 在醫院裡面盡心希望 我們要回家 他說不是 不是回我們這個家 我要回天家去了 所以我們全家也得到了安慰 就他很早就告訴我們 我要回天家 你們不要去擔心 所以也不要特別急救 所以當一個信仰的 屬靈的這個組長 在不管任何的時期 在不管任何的時代 他今天當他堅守信仰的時候 所以我的父親 雖然他的生命過程當中 中風了三次 傅莫言了一次 甘癌了一次 兩個眼睛全部水晶體都換過了 到八十幾歲 他有沒有 我沒有聽過他埋怨過神一句話 我沒有聽過他埋怨神一句話 他常常就講 要不是神讓我活著 我沒有辦法活到今天 他說我在以前 還沒受洗以前 給算命的算過 說我只能活五十八歲 但是我現在已經八十幾歲 真的他在哪一年中風 五十八歲那一年 所以如果以世俗的眼光看起來 如果他今天不是神的兒子 或許五十八歲就沒有了 但是因為今天是神的兒子 這個生與死已經被神打破了 是神名下的兒子了 所以我爸爸活到八十四歲 真的就在他講的 我安息日的時候我要回家 所以在安息日結束的六點三十六分 那個晚上 醫院打電話給我 他就安息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了解 當一個組長有兩個特質 對於神信仰的真正 耶和華當作我的神 一輩子你不用講 第二個 他屬靈的生命 不會因為他的年紀 因為他身體的衰敗而軟弱了 他會講 四十歲的時候如何 我現在八十五歲 我的心靈的力量也是如何 所以這個是 加勒這個組長所帶給我們的模範 我們再來看 約束雅記二十四章 約束雅記二十四章十四節 約束雅記的二十四章十四節 九月聖經兩百九十四頁 約束雅記二十四章十四節 十四節 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 誠心十意的侍奉他 將你們列主在大河那邊 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 去侍奉耶和華 十五節 若是你們已侍奉耶和華不好 今日你們就可以選擇所要侍奉的 是你們列主在大河那邊 所侍奉的神呢 還是你們所住在這地 亞摩利人的神呢 至於我和我全家 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 所以組長的另外 另外一個組長的特質 第一個一樣 我要敬畏耶和華 誠心十意的侍奉他 這是約束雅 這個一樣十分之二的 十分之二的當中的一個 他專心跟從耶和華 加勒有這個特質 約束雅這個特質 所以只有他們兩個人 能夠進迦南地 所以耶穌也也講 我敬畏耶和華 誠心十意的侍奉他 所以我們可以常常看到一些長輩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長輩 他專心十意的跟從耶和華 一直到他安息那一天為止 他還是如此 明天東元也有一場商禮 也有一場追思禮拜 這是我所敬愛那個 市民傳道的爸爸 目錄叔叔的上 他在去世的前一個月 小弟還特別 所有人跟他一起吃飯 那天應該是講他最後吃最多飯那天 那我也跟他講 叔叔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從小以前就是這樣 安息日的時候 一起來教會聚會 一起來教會服飾聖宮 只要一有空 所有的小朋友 就一起打乒乓球 所有的小朋友 一直就跑到他們家去 環境好像吃便宜而已 這樣就對了 所以教會的很多長輩 對教會的小朋友 特別照顧就是這樣 所以不管到黃執事家裡 或者是到黃叔叔家裡 到任何只要在教會旁邊的人家裡 都如同把教會的小朋友 都當做自己家裡的小孩子 他那一天也是這樣子 精神意義的這樣跟我講 我也要準備去選擇 要走我已經最後的這段道路 文青你們一定要 先鎖住這份信仰 所以我永遠會記得那天 在家裡跟他家庭聚餐的時候 他跟我講的這番話 所以其實我們注意看到 當一個信仰的組長 他今天在不管任何的環境 空間當中 他當時也提到 他們家裡從土庫 那個地方到台北 從土庫移民到台北來的時候 身上才帶了幾十塊錢而已 就到台北來了 所以就到東元教會來 但是神能夠讓他 在這個地方安身立命 他說我一輩子感謝神 他也告訴 永遠告訴他的子女講說 我這輩子神賞賜給我的 真的是夠了 真的是足夠了 滿滿的福氣 所以我要回去見耶和華 這是他的兒子親口這樣子告訴我 這個就是要告訴我們 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們如何讓我們自己成為 家裡的信仰的那個組長 我們常常有時候在指責 這個兒子為什麼不聽話 我們常常在指責 女兒為什麼不聽話 我們常常在指責 老婆不聽話 常常在指責 老公不聽話 我們永遠都是指責別人 我們沒有去想到 在信仰的過程當中 我們今天在神的面前 每個人都是神的子女 我們每一個人 都應該負有這樣的一個信仰 傳承的責任 你到底把什麼交給了你的兒女 夫妻的問題你不去解決 兒女的問題不去解決 父子之間的問題你不去解決 真正的問題是在哪邊 如果我們反求於租起 思考的不是別人 而反而應該是自己 兒子不乖 我都覺得是自己的問題 那我只能幫 當我手該交的 全部交了之後 就是交托給神 我的兒子從小比較叛逆 常常說不知道怎麼教他比較好 這個女兒還比較乖 兒子很叛逆 但是每次都跟他講 有一次在國中之後到升高中 他跟我講 老爸我現在高中的年紀 請你注意我會開始叛逆了 然後我也笑著跟他講說 你開始叛逆 你會開始領受神的很多的恩典 這樣子跟他講 結果隔了沒多久之後 他自己生病了 突然之間 也不知道是不是 他就喊肚子痛而已 結果人也剛好還在上海場 我還在上海場 前一天還在肚子痛 痛到去給醫生看 醫生也只是把他當做一般腸胃炎 也沒有特別注意 等到隔天我從上海飛回來 因為剛好回來的時間都剛好下午三四點左右 我說你還在痛不對勒 我們趕快去醫生那邊一看 我覺得已經是盲腸炎的可能了 然後後來趕快打電話給謝忠士指示 馬上安排就住院進去 那醫生一看就說 這個已經腹膜炎 估計應該破掉了 應該是腹膜炎破掉了 所以馬上要緊急安排緊急開刀 但是當我的妻子跟我兩個人 送她到門口的時候 開刀 開刀那個手術室門口的時候 平常那更新醫院人很多 但很奇怪那天手術室真的好像就一個人 就是只有我們夫妻兩個跟她這樣子站在那邊 忽然間很冷清那種感覺 要送她進去的時候 我說我們一起禱告 我們一起禱告 禱告完之後 我這樣子跟她講說你會不會害怕 她說說不害怕實際上是騙人的 說不害怕是騙人的 那我這樣子跟她講 我說爸爸跟媽媽也只能陪你到這個地方 我們當你在愛你的兒女 你在愛你的父母親 你最多只能陪到手術室的門口 你沒有辦法陪她進去 你沒有辦法陪她一輩子 我說但是有一個人可以 有一位神可以陪你 我說是誰 他說主耶穌 對啊 現在只有主耶穌能夠陪著你進去 所以我們把你的事情交托給天上的這位天父 所以她進去開了刀 開刀出來的時候 那個主治大夫 因為那個限制式介紹 跟我也本來就很好 他說好在你兒子胖 剛剛好一堆油 剛好把那些附魔鹽破掉的東西 全部包在裡面 所以我剛好直接把他拿出來就好 要不然就慘了 所以他整個盲場找不到了 根本已經全部都破掉了 那出來之後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就是你自己跟神之間的生命之間的見證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教導子女的時候 不要用我們人的意思在教導子女 乃是要用聖經的話教導子女 所以他們很小的時候 我當著我爸爸媽媽的面 還有我兒女的面 我講了一句話 我說 兒子女兒你注意聽 只要爸爸媽媽阿公阿嬤教導你的 跟聖經的不符合 只要我們教導的是仁義而不符合聖經 你可以提出抗議來 如果我們所指導的是不符合聖經的 你可以提出抗議來 但是你自己的生命經驗 你要從這個當中得到 那麼年輕人總是喜歡 就看著外面的 這個所有的一切事情 覺得他們為什麼可以這樣 他們為什麼可以這樣 有一次就回來 老爸 連舅舅都可以打耳洞 那我為什麼不能打耳洞 我心裡在笑 這個反正年輕人現在都覺得 人家外面打耳洞 男孩子打耳洞是很好 我後來就翻了聖經給他看 我說為什麼不能打耳洞 我現在翻給你看 在古代 男孩子打耳洞 是叫奴隸的標誌 翻了給他看了之後 喔沒有我只是問問而已 有一天他講 老爸 其實現在你看 不管什麼名人 等等 也有很多刺青在身上 我覺得人家那是一種藝術 怎麼樣 我說好啦我翻給你看 今天要在神的面前 要獻祭的 是要最好的 不可以有瑕疵的 身上不可以有刀畫過的 什麼東西 通通不行的 所以你要了解 今天我們基督徒 不需要特別去所謂的文身 來彰顯你自己怎麼樣 喔沒有我只是問問而已 我不是這個意思 說我要去文身 我們必須要在主裡教育我們的子女 在主裡夫妻兩個互相教育 在主裡面長輩跟晚輩互相的教育 所以這是一種信仰的主長的一個表示 就如同約束亞在這邊講 其實約束亞講得很輕鬆 你們以色列人聽 你們所有的以色列人聽 你們要不要信耶和華你們家的事情 但是我跟我的家 要專心一意的跟從耶和華 約束亞用最輕鬆的態度告訴他 讓你們自己選擇 把這個信仰的自由選擇權交給你們 所以當一個主長 不是把人 把你的晚輩帶到你的面前 還是一樣在家裡 就算我是當主長 我是把我們家裡的人帶到神的面前 如果你會把你的下一代帶到神的面前 那麼你的兒女有一天 他會自己在神的面前長大 兒子到大三之後 叛逆也不小 這個我常常跟他開玩笑 講說你這個叛逆還是不小 有一天我在跟他講一個見證 講完之後 我說爸爸跟媽媽 在生命的過程當中 也經常碰到很多的考驗 來自於經濟的考驗 來自於身體的考驗 像小弟 心臟不好 我也中氣急救了好幾次了 但是感謝神 神還是一直都把我留著到現在 因為到處飛的結果 其實有時候 肢力神經失調 後來心臟也不是很好 但是神一直把我留到現在 若不是神 真的如同大衛所言 我們老早就在寂靜之中 但是我把這個見證 告訴我的兒子 說你一定要怎麼樣 你要認真的到教會的時候 有一天他回答我一句話 他說老爸 我總會在生命的過程當中 遇到我們的神 我會聽很感動 因為這個並不是說 我要把他帶到我的面前 我一直跟他講 兒子啊 你要慶幸你有兩個老爸 一個老爸是肉體的老爸 我現在五十五歲五十六 如果算阿公的年紀 我最多會陪你二十 再陪你二十八年 如果跟阿公一樣的話 最多二十八年二十九年 那還要神的賞識才有機會 要不然誰跟你講說 我能夠活多久 但是呢 你很慶幸你還有一個老爸 一生一世可以陪著你 就是我們的神 所以他永遠記得這個事情 那麼最近家裡碰到一些事情 最近家裡碰到一些事情 大家一起禱告 一直禱告 好像沒有辦法得到解決 前天晚上他突然來我的房間 他說老爸 我覺得我們要恢復以前 你在帶領大家的家庭祭壇 我說你自己講的 後面這幾年沒有 他都是你們兩個 我有事情 我有事情 你們年輕人比我還忙 弄到說一起家庭祭壇 每一次都不願意 他說不行 這個我們家裡現在碰到這些困難 我們要一起家庭祭壇 全家人一起在家裡 祷告讀經 求神的恩典 跟神的憐悯 還有聖靈的智慧能力 來協助我們才有辦法 小弟一聽心裡很高興 不管他今天書念的多好多壞 但是我在我的看法當中 我會覺得 你今天所要建立的 就是你自己跟神的關係 就如同約束亚所講的 我今天只能把你們帶到神的面前 你們要不要來侍奉耶和華 是你們的家族所選擇 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 可能很多信仰在帶領的是在座的姐妹喔 很多信仰在帶領的可能是在座的弟兄 有一些是爸爸 有一些是阿公 有一些是阿嬤 有一些甚至是媽媽在帶的 所以我知道當一個家庭的信仰領袖 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我們要去效法約束亞一樣 我們你看看在這次碰到的疫情 從一月份嚴重到現在 我們幾乎能夠來教會裡面 像這樣大會堂能夠一起碰面 事實上是很不容易的 其實我們還要去感謝主喔 台灣是全世界所有的環境最好的 我的員工到現在已經派出在中國的 到現在還沒回來 已經八個月沒回來的 還有好幾個 我叫他們回來 他說這個謝仙 我們回去14天回來 14天回來 14天不知道在飛機上會不會被傳染 我說看了 算了我們寧可還是不要回去好了 我們寧可待在這邊 所以我還是很緊張會掛個心 現在派出在中國的 還有派出在日本的也回不來啊 現在派出在大阪的公司也回不來的 但是我們只能把這個事情交托給神 也為著他們禱告一樣 其實我的部署他們了解 我說我只能為你們禱告 小弟的開工 從2003年創業那天開始 我就是找教會的傳道到我公司 帶領大家一直禱告 雖然沒有辦法用靈言禱告 至少帶領大家 用悟性禱告 然後傳道會大概講個五分鐘 來勉勵大家 然後帶領大家悟性禱告 這個就是小弟公司的開工 所以他們也知道 老闆是基督徒 所以為我禱告吧 所以其實我們的信仰 是可以把它帶到生命的 帶到每一個人不同的生活當中 所以耶穌亞才會講這些話 所以耶穌亞講的一句話 至於我跟我家 我們要侍奉耶和華 所以敬畏耶和華 誠心慈意的來侍奉他 這是第一個條件 那所謂的 你要除去列主在大河那一邊的神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傳統 我們常常心思 台語在講的 你還有很多乙端慶勝放在心裡 我爸爸媽媽 雖然受洗很多年 但是他們還是會 以前老人家不懂你知道嗎 還是會把一些 世俗的 那種乙端慶勝放在心裡 我老婆懷孕的時候 那個房間不要亂動什麼 我說你這個基督徒 當這麼多年 還在那邊講 這個懷孕的房間不能亂動 這個基督徒這樣子是不對的 我們不要以為我們受洗了 很多人受洗很多久 內心裡面過去的 世俗的那種傳統風俗 還是放在心裡面 這個傳統是不對的 就很像 我去傳福音給我的阿姨 我的阿姨告訴我 你的心很好 你們信仰很好 教會也很棒等等 怎樣怎樣怎樣 講了一大堆之後 我說你來不來受洗 不行 我不能違背我的傳統 所以大河那邊的神的意思 就是傳統 我們有很多放在內心裡面 沒有擺脫掉的 那種世俗的傳統要擺脫掉 再來 在埃及的這個神 所謂埃及的神所預表的是什麼 埃及的神所預表的是這個世界 就是這個物質 所以約束亞講這句話 你今天要拜耶和華 還是要拜大河那邊的神 大河那邊的神是傳統的 你要今天拜埃及的神 埃及神所代表的是什麼 是這個世界 代表的是什麼 是這些金錢 是這些物質 你是要拜馬門還是拜耶和華 再來 亞摩利人的神 就是本地的 迦南地的神 所代表的是什麼 是邪淫 所以這三個代表的是什麼 埃及所代表的是世界 今天在迦南地所代表的是邪淫 在大河那邊所代表的是什麼 是傳統 所以我們今天要追求的是真理 而不是這些東西 另外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約束亞這樣勉勵 但是以色列人的做法是怎麼樣 所以一直到 一直到 以色列人 光是這個拜偶像的習慣 歷經了世事時代 歷經了王國時代 一直被魯 甚至一直到歸回之後 歷經了幾百年的時間 以色列人才學會 經過了以斯拉記 經過了尼西米記 等等的這些記載之後 以色列人才真正的把他拜偶像 這個問題去除 你看歷經多久 否則在以色列人當中 他不是 耶和華只是當中的一個神 他什麼神都拜 迦南地的神也拜 埃及的神也拜 在大河那邊的神也拜 傳統的神也拜 所以以色列遍地都是偶像 所以我們去看 所有的大先知書 小先知書 神在罵的是什麼 以色列書裡面最經典的 神告訴以色列先知 那個牛跟鯉都認得主人的巢 我的百姓不認得 我怎麼餵養他們的 耶利米蘇 耶和華在罵什麼 你看看 光是一般百姓 長輩們的教訓他們都願意聽從 我從早到晚派遣 我的先知來 以色列人不願意聽的 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 在這一次的大環境的 這種惡劣當中 小弟我們台灣是最好環境的 但是我在我的所有的群組在中 看到最感動的是哪邊的群組 大家知道嗎 在中國的群組 中國的群組很早他們就訓練了 已經在家庭的家庭聚會 除了家庭 每一個自己的各自的家庭聚會 還有他們串連起來的家庭聚會 那小弟當然就不方便講 有空我們在底下再聊 他們就是這樣自我訓練 我們要知道真耶穌教會 最早的聚會形式 在大陸甚至傳到台灣來 最早的聚會形式 不是到這麼漂亮的會堂 我今天到我們大同一看 哇好漂亮 跟以前舊的不同 我們翻新的好棒 真的這個軟色系看了就好舒服 但是我們真耶穌教會 最早建立的基礎是在哪邊 是家庭 是家庭聚會 所以我那時候秀川在上海 安息日一起參加聚會 為他們講到 但是其實他們非常重要的是 每一天他們在家裡的什麼 家庭聚會 那每一週他們有一次的 串連式的家庭聚會 所以他們現在線上也還是這樣子 這次主題是什麼 直接就在網路上PO上去 現在還沒有辦法一起在會堂聚會 那就這樣子PO出去了 所以如果一個家庭裡面沒有堅強的 信仰組長的話 你如何去帶領這個家庭的信仰呢 你已經沒有辦法一起到家庭來 所以我常常講 耶穌是要放在心裡的 耶穌是要放在哪邊 是要放在家裡的 是要整個家族的 不是把他放到我們這個大同教會 這個會堂來的 所以每個人都是這樣 把耶穌來這邊的時候 來這邊主耶穌基督 找完之後回到家 就各自解散了 那就不是真正的把信仰 帶到我們的心裡面 帶到我們的家庭裡面 所以我們常常在抱怨 你們都沒辦法 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不停地在抱怨這一些 況我們自己想 我們有沒有把主耶穌基督 從我們信的那天開始 就把它迎接到我們的心裡 我們的心裡的這個聖殿 我們信的時候 就有沒有把主耶穌基督 帶回到我們家裡的聖殿 我們常常講 基督是我家之主 基督是我家之主 有一次我的表姐到我們家來 這還蠻多年前 我一直邀他們說 來信主耶穌 所以人不信就是不信 有一次她坐下來沒多久 我要回家了 我說你剛坐下來 我到了杯茶要給她喝 她說怎麼馬上要回家 之後我問她 她才告訴我 她說我那天為什麼會趕著回家 因為我看到兩個人 全身是擺得好高好大 又全身發亮站在你們家門口 所以我有一點害怕 所以就回家 各位弟兄姊妹 我沒看到嘛 對不對 是我們外邦的表姐 看她說 我看到你們好像那個不知道什麼 兩個人全身發光 全身白的亮到 不知道怎麼樣 就站在你們家門口 因為我看到了我有點害怕 所以 所以就回家了 小弟參加神訓班聚會的第一年 有一位姐妹 我們同行班的同學 那位姐妹 她受洗沒多久 參加神訓班的 大專班神訓班 我們是第一期的 那天剛好林先生長老 先生長老講到 剛好講 我永遠記得 講對觀福音 因為對觀福音 長老講起來講得很深 所以我知道 台中教會的很多弟兄姊妹 就認她吧 就雲游向外的蠻多的 我知道很多人不認真聽 甚至聽到 然後長老講得好認真 稍微時間有點超過 結果發現很多弟兄姊妹 甚至不耐煩 結果我看到那個姊妹 因為她就 我坐在後面 我們神訓班的同學坐在後面 她坐在我旁邊 沒多遠 她一邊掉眼淚 一邊在 在聽到 我們一直在想說 怎麼會一邊聽 最初來對觀福音書 長老講得很深 好像也沒那麼感動 我們又不好意思說 結果隔天早上 神訓班早上 一早聚會的時候 是早導會 剛好排她 她說各位弟兄姊妹 你們知道我昨天看到什麼 她說看到林長老 在那一邊講道的時候 兩個天使張個翅膀 全部就在講台後面 兩個天使各自站一邊 張個翅膀然後站在後面 她說全部發著光 所以台中教會 她說那天她聚會 看到整個榮光 從頭看到了 所以她說 我聚會為什麼一邊看 一邊掉眼淚 各位弟兄姊妹 這些見證其實是 一直在我們真耶穌教會的 各位弟兄姊妹 這些屬靈的生命經驗 事實上一直是在我們教會的 我們不是把主耶穌基督 放在會堂而已 我們是要把主耶穌基督 放在我們新的這個聖殿 甚至再把這個主耶穌基督 帶到我們的家裡面去 基督是我家之主 天使會在我們的家守護著我 連外邦人都可以看得到 連我們的弟兄姊妹看得到 我爸爸雖然是那個 最賴皮的 最晚受洗的 但是他光是看到受洗的時候 水變神血的見證 他至少看過兩次 我爸爸親眼看到水變神血這樣 他以前很喜歡參加去看人家 他說就是因為這樣 我很喜歡去看人家受洗 因為他看過兩次神祭 但是他又一直不講 所以後來年紀很大 才講給我們聽 他說他有看過兩次 他說那個哇 突然間那個水變得有夠紅 然後之後我們洗禮完之後 就飄走了 是當他年紀很大 才願意跟我們講 我說那個不早一點跟我們講 怎麼會到現在 連到七十幾歲 才跟我們講這些見證 所以這種生命的經驗是在我們身上 就如同約束亞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種世代當中 我們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 要把我們的內心 把我們激勵 激勵每一個人 都能夠當這個信仰的主長 任何一個人都能夠帶領 所以當我們以前 我兒子忽然間會講說 我們應該來重新啟動這個家庭祭壇 為什麼 因為他三歲的時候 我說兒子今天讓你帶 他說老爸我怎麼帶 我說你一樣啊 你在幼稚班老師怎麼教你 他說就唱詩禱告 對啊你就帶我們唱詩禱告 然後就如同剛才讀經的弟兄一樣 就帶我們一起讀經完 然後等一下帶我們一起唱詩禱告 這樣結束 這個就是家庭祭壇 我們沒辦法沒有去教會聚會 我們在家裡隨時隨地都能聚會 就是這樣子 所以約束亞在這邊 也樹立了這個典範 也樹立了這個典範 所以我們早上的時間 小弟先介紹這兩個組長 所建立的一個典範 一個是家樂 一個是約束亞 他們專心一意地跟從耶和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兩個 講一句話 我敬畏耶和華 我專心一意 一生一世跟隨他 我們的家要跟隨他 那你們要不要跟隨我們 那是你們家的事情 但是我們永遠 要尊奉耶和華為我們的神 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 我們不要忘記了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家族 甚至是你個人 神在你生命的過程當中 在你身上所彰顯的神蹟 或者在你身上所彰顯的很奇妙的事 你往往已經把它當做是自然的 有一天其實小弟生病到 我也曾經 我就講說我也住院了好幾次 有一天我發現早上能夠醒來 眼睛能夠張開 原來是莫大的神蹟 若不是神 根本可能昨天我就醒不來了 我們常常會覺得 我們好像今天能夠來會堂裡面 參加聚會 這就很自然 其實像我們這種長久在海外跑的人 三分之二在國外在跑的人 我們每一次能夠 不管到任何的教會地方去 只要聽到說旁邊有真耶穌教會 而我今天能夠去參加安息日的聚會 有時候會感動到流眼淚的 大家知道嗎 我們禮拜五晚上 有時候就在期待明天的安息日去 我可以去教會 參加聚會 可以去聽新的道理 有時候 其實到了陌生的教會 也會被抓去講道 也去講見證 大家知道嗎 我們到外國去 常常會突然間被陌生的 被抓去講見證 但是能夠來分享這種生命的見證 跟弟兄姊妹在一起 所以 這就是一個大家庭 就好像今天 小弟來到 重新回到我們大同 這個 最具愛心的這個 很有愛的這個大的團系 我永遠會記得我們台東的愛餐 爸爸媽媽們 尤其以前的長輩 那些媽媽們煮的愛餐 這個 午夜夢回都還在夢裡流口水 所以這是非常感謝神 這不是只有基督裡面的愛 而是爸爸媽媽們充滿的愛心 在過去對我們的接待 所以你想想看 我三年的高中班都在大同過的 還加一年的大專班 都是在我們大同過的 所以我接連四年 在這邊參加 那我的兒子女兒也一樣傳承 高中班學齡會也都是在我們大同 所以這就是一種信仰的傳承 所以組長時代所要談的是什麼 透過這一次的疫情 某個程度好像是一種危難 看起來好像是一種危機 大家有沒有想過 在信仰上 每個家庭學會的怎麼樣呢 家庭祭壇 學會的怎麼樣 原來線上聚會 結果我也在點台北教會 平常聚會時間500多個人 結果我看線上聚會多少個人 780幾個最高的時候 跑到850幾個 如果850個就是850台有連線上面 是不是 那裡面說不定有四個人 有五個人 有六個人在聚會 所以是超過平常的聚會的 我相信我們大同應該也是會超過才對 所以如果我們有線上聚會的話 所以這無形中 也是神借著一種危難 讓我們把傳福音的方式突破出去 所以我們如何能夠成為一個信仰的組長 能夠把神的恩典 把神的這些的知識 豐豐富富的存放在心裡面 我永遠記得來參加第一次學靈會的題目 叫《豐盛的生命》 那次是查哥羅西書的 是誰當班負責 車長老跟 有只是不知道兩個禮拜前還是三個禮拜前 才去小聚的公司做做 我那天才聊到這個事情說 我永遠記得在我們大同教會 第一次的高中班學靈會 《豐盛的生命》 就是哥羅西書 所以那一天的學習影響我一輩子 我到現在經過了四十年的時間 經過四十年 晃眼四十年 民國六十九年到現在 都會四十年的時間 小弟永遠記得如何讓自己的生命更加的豐盛 那只有誰能夠讓我更加的豐盛 主耶穌基督 所以我們也希望在今天的 早上的查考當中 求神也豐盛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每個人 學習我如何來當一個組長 那我們下午我們再來繼續 我們唱讚美詩四十七首